尾巴冲突持续升温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5号罕见的公开了弹道 飞弹潜舰的行踪跟照片 外界推测是在警告伊朗等国不要介入尾巴冲突 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在5号也抵达了以色列 展开他的中东访问行程 日记针对人质问题 还有避免战局扩大等议题进行交涉 而卡达在尾巴冲突的人质释放中 也扮演了关键角色 不过卡达外交部也坦言 尾巴双方的情势紧张 可能会让人质谈判难度增加 尾巴冲突持续延烧 多国采取行动避免战况扩大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罕见公开 弹道飞弹潜舰的行踪和照片 潜舰潜舰已经抵达苏伊士运河 美军很少公开潜舰资讯 平时任务也都秘密进行 这次大动作公开行踪 外界分析可能是在给伊朗等国下马威 警告他们不要介入尾巴冲突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在中东穿梭外交 美方证实中情局局长伯恩斯 也展开中东访问行程 5号抵达首站以色列 预计跟以色列政府讨论加萨问题跟人质协商 后续也将访问中东多国 卡达在尾巴冲突中扮演关键角色 居中斡旋 争取开放关口跟释放人质 不过卡达外交部也坦言尾巴战情升高 日前以军还轰炸医院跟救护车 可能让人质谈判增加难度 张永腾编译